好的,大家好,我是小华 今天飞翹上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飞翹的配队吧 先告诉大家,我会组三个队伍来测试飞翹的队伍 第一个队伍是3月7加莫泽的队伍 这个队伍的配置呢,所有角色都是等级达到80了 光追选择大部分都是4星的光追 只有一个黑塔光追是5星的 然后行迹加点的情况给大家看一看 最主要是飞翹这边,重要的我都点完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主持跳选择3月7的 爆上,速度斜,攻击球,攻击神 飞翹的主持跳选择爆上衣服,速度斜,封伤球,攻击神 杀金的主持跳选择爆上衣服,速度斜,防御球,防御神 莫泽的主持跳选择爆击衣服,速度斜,雷伤球,攻击神 3月7今天已经干到满命了 飞翹0命,杀金0命,莫泽有关键的2命 然后另外两个队伍呢,其中一个队伍是把莫泽换出去 换资格鸟进来 还有一个队伍就是把3月7优化出去 换托帕进来,就是四金造架的队伍 托帕和资格鸟的等级都是拉满80级 光追的选择给大家看一看 托帕的星际加点 资格鸟的星际加点 托帕的仪器主持跳选择 爆上衣服,攻击鞋,佛伤球,攻击神 资格鸟的仪器主持跳选择 攻击衣服,攻击鞋,攻击球,冲灯神 命座两位都是零命的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混沌12层的测试 上半间打卡夫卡的队伍 首先先给大家看看带上 三月7和资格鸟的队伍 首先,我会资格鸟先开一个战机 加攻击力 然后三月7一开始一定是败十一次 好,资格鸟先不要开大 飞销先来一个战机 跌层 好,三月7的跌层好了 这个鸟开大 让三月7打出这个伤害是有加到他的攻击力的 好,三月7这边开大招 再来开他的强化普攻 好,飞销开大 好,这边有两个按键,如果你怕乱的话 你点控格键就可以了 你不用想这么多 因为一个是薛刃的时候伤害比较高 一个是没有薛刃的时候伤害比较高 你点控格键就不用想这么多了 好,杀镜出发追加攻击 好,大招开出来 击破 增加我们人家打他的爆伤 飞销开大 小吹吹吹他胸口 杀 死 好,这里没有的血呢 只可以放普攻 好,触发强化普攻 打这只小狼 杀了他 触发追加攻击 好,接近来卡夫卡这边 好,这边我们很高几率不会被控了 因为我们的杀镜还有资格鸟是不会被控制的 看他抓谁 好,卡夫卡抓人 好,没事 好,先打这只狼放战技 触发追加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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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期只需要一开始拜一次 使用一个战技点就可以了 后面一只就是放普攻而已 好,这边来一个大招 再来一个强化普攻 这边有攻击卡夫卡 好,这边选择小狼 把他杀掉 好,专心打卡夫卡 刚刚上一期已经帮他缺认了一些些 好,这边我选择省战技点 放一个普攻 让他打我 好,虽然我大招好了 先不要开先 我看可不可以卡回合数 我先放个战技 叠一些陈数 等到要29结束的时候 那我再开这个人的大招 全部队友拉回上来 杀精普攻 开大 把所有队友拉回上来 好,放个战技 5 6成了 好,三月期的陈数也满了 来,三月期来一个强化普攻 杀精普攻 开大 增加我们打他的爆伤 好 这时候开大招 飞翘也开大 吹他 干不掉 生死阿巴先 进不了零梯 有点可惜 如果有专武的话 应该是进这道零梯的 好 最后是用了一个回合 29去到下半 接下来到比较平民的 三月期加莫哲的队伍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输出手法 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这边首先我莫哲呢 先挂一个战技 然后出发了这个 飞翘的追加攻击 然后三月期败尸 好,开大 扣他一点那个虚数的韧性条 好,这边杀精出发追击 好,出发追击 好,这边我直接开莫哲大招 雪刃 出发追击 再出发追击 好,开大 因为他已经击破下来了 就打伤害 这个队伍呢 你会看到很多角色 一直在出发追加攻击 玩起来是很爽的 只是伤害看起来不会 有很大的大数字 然后结束的时候呢 是在27回合的 是用了三个回合 接下来到全金阵容 托帕加这个鸟的 这个队伍应该是 大数字最高的队伍 如果你要看大数字的话 是这个队伍 我自己试下来 出发追加攻击 张张拉上来 好,这边我先攻击 身上有小猪的敌人 也就是那个敌人身上 已经有托帕的那个debuff了 我们攻击他呢 追加攻击伤害就会提高 这里一开始呢 不用太急 我们可以先等 资格鸟的大招 因为没有资格鸟的大招 我们伤害会掉很多了 好,资格鸟的大招 已经好了这边 等到资格鸟的时候 我普攻一下 直接开大 偷一个点 好,托帕开大 杀金开大 飞一下我开大 来吧 小拳拳 垂他胸口 直接死 27万 这个队伍离灵帖也是欠一点点 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呢 你看我卡在29 那我开大招 然后还有40多巴仙的血 垂一下 然后张张拉上来 然后再追击 然后剩12巴仙 好,也就是欠一点点在这里 最后结束呢 也是用了一个回合 在29结束 好,接下来到这个 还有5天就结束的 莫洛幻影 也是一样 打这个上半截的卡夫卡 首先是3月7 加资格鸟的队伍 好,这里我的策略呢 是攻击那只虚数落点的怪物先 因为把他杀掉过后 他就会把他的落点 传给另外一个敌人 还是一样 资格鸟先开一个战技 加攻击力 好,3月7 第一个战技 一定是拿来拜师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打普攻了 好,开大 雪人一下 突发追加攻击 好,这边战技 叠成 等他击破过后呢 我再开大招 有个强化普攻 杀金普攻一下 好,这个鸟直接开大 把全部人拉上来 好,这边直接开大了 因为他已经被我击破了 杀 好,牵一点 来 战技 死 好,到另外一个敌人 好,虚数落点已经传过来了 触发强化普攻 杀金普攻一下 开个大招 好,触发追加攻击 好,他要攻击我们了 把我们的杀金叠成 再来一个追加攻击 再来一个追加攻击 好,这边来一个 3月7的大招 把他击破下去 触发追加攻击,直接死 好,这边来一个战技 接个大招 欠一点点击破 当然问题不大 触发追加攻击,击破 好,这边我们会直接满城 这里我选择先用杀金开个大招先 这样子我们打他3倍才会提高 好,这时候我才开飞消的大招 好,吃到杀金的debuff 好,3月7开个大 好,这里放一个战技 出发追加攻击 3月7来一个强化普攻 看可以把他杀了没有 好,留下我的大招来打等下的恐龙 这边,多打我吧 我出发追加攻击 好,普攻一下 先打虚数的恐龙 这个鸟直接开大 把全队的队友拉回上来 飞消我选择直接开大招了 因为我们的层数已经要满了 因为我们的大招是 直接学任的 不用怕学不到任性 而且这次的debuff 我们追加攻击也可以学一点点的任性 策略就是先把 那一个虚数落点的恐龙先杀掉 因为我们有两个虚数落点的角色 好,把他杀了 然后另外一只恐龙也会拿到虚数落点 好,普攻他一下 追加攻击 好,这边开个大招先 飞消开大 捶他 吃吧 好,圣卡夫卡 来个战技 出发追加攻击 追加攻击 追加攻击 好,普攻 3月7 普攻一下 开大招 还是缺一点点 没关系 来个杀精的下雨 直接击破 好,层数也满了 还是一样杀精先开大 等一下我们出发追加攻击之后就会加爆伤 好,直接开大招 再来一个大招 因为我们满城的这里可以放两次 好,杀掉 这边最后的分数是 3738 然后到托帕跟资格了的队伍呢 这里我就直接放总结吧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分数是在3723 然后到3月7和莫泽的平民队伍呢 还是可以打满的 结束是在3419 由于飞消是一个巡猎角色 所以他比较适合的环境呢 就是混沌回忆 还有末日幻影 虚过叙事的话呢 就没有那么适合他了 他适合走两个路线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缺风吸 或者混沌 还有末日幻影打得比较辛苦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飞消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 因为他的队伍 配置不需要很高 你们只需要带上3月7 如果没有这个娘的话 可以带莫泽 然后沙金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带别的生存位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沙金是最适合的 我个人的总结就是 3月7其实是可以练的 我自己看下来 因为这个是满命的3月7嘛 对比一下这个0加0的托帕 其实两个的伤害是蛮接近的 在打这次的高难副本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3月7 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拜师 他拜师过后呢 他会跟着师父的弱点 所以只要敌人有风弱点 你就不用理3月7 有没有叙述弱点的 只要跟着飞消走 他就一定是风弱点了 好的 感谢丽姆在第一天就干到 这个6命的3月7来 给我做这个测试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关注下我这个频道吧 再见各位 拜拜